為你品酒說走酒走 我是Ken 我是Eugenia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今天非常非常特別的一集的節目 耶 今天我們算是今年來第一次拍外景啊 然後一拍外景 是今年第一次嗎 今天第一次吧應該 OK 哇 是今年第一次 今天都快結束了 我們才第一次拍外景 對 就去年去了一次星星來 然後今年到現在都沒有出國 直到現在 然後我們是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 我相信大家已經看過 我們之前發過了一系列的shorts 那些小短片 是的 然後我們這次的旅行呢 其實是差不多有兩個禮拜 也是我們正好 一等到這個外面 一旦這個board一開 我們就瘋狂的跑了出去 是的 這次其實我們在 先是在新加坡待了兩天 然後呢 剩下的時間是在馬來西亞 待了差不多有10天 對 今天是我們在馬來西亞的最後一天 是的 所以啊 對明天就要回去 週一就要上班了 就要不要回澳大利亞搬磚了 是的 等搬磚之前呢 給大家介紹一下 整個我們的trip 然後呢 這次的這個視頻呢 我們也會穿插一些 我們在旅行當中 所碰到的 所經歷到的一些事情 包括一些在馬來西亞新加坡旅行的小建議 然後這個也是我們頻道想做一些不一樣的 以後說走酒走 這個走的方面呢 我們也想做起來 這個旅行 喝酒品味試劑等等 這些一系列的內容呢 我們以後也會慢慢的去嘗試去做 是的 然後這個視頻做完以後呢 之後我們還會把我們旅行的一些經歷的視頻 然後那個原件 所有的這些原來的視頻 把它整合成一個類似於像Travel Vlog的一樣東西 然後也發到這個YouTube上面給大家看 跟大家分享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然後這是我們第一次嘗試這種類型 其實拍的時候覺得很不自然 Alright 但那個 但裡面還是有很多我們碰到的一些 很可圈可點很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是開始慢慢的想去做Travel Vlog 想去做做威士忌點評 這本身就是我們平時如果就是閒暇下來會去做的事情 就是平平威士忌出去旅旅遊玩玩 找找酒莊找找這個酒吧 然後呢我們把這部分呢 把我們的這些閒語時間給大家分享一下 對的 然後Best case scenario if we can combine the two 就是說在旅行的途中可以大家品嘗一下在當地買到的威士忌 或者去當地的酒莊 同時再聊一聊我們途中的異聞趣事 對 Ok那當然趣聞趣事要聊 酒我們要繼續的喝 今天這個我們給大家帶來一瓶Belvini The creation of a classic 許金娜小姐姐在吉隆坡機場給大家學的 對的 然後我本來學了兩瓶然後那瓶已經給他喝掉了 那我就後來喝掉的那瓶 反而是很普通的一瓶 所以對這一瓶還是有一點神秘感的 因為現在可以開始旅行的嘛 當然其中一件最興奮的事情就是 在不同的機場可以看不同國家有什麼貨是澳洲沒有的 然後呢這一瓶就我們發現在馬來西亞吉隆坡 吉隆坡機場好像出來只有一個酒機 然後這一瓶是Belvini 應該是新出的classic original class finish 就是他們酒廠的最原始的一些可能是一些珍藏的木桶吧 但今天重點呢主要不是去不完全只是介紹酒 重點其實有兩個部分 酒只是一方面 然後我們還是要講一下我們的旅行的小心得 所以我們邊喝邊聊啊 對,重點是邊喝邊聊 好,那我們就喝起來聊起來 先打開它的包裝啊 哦吼,已經很不一樣了 對 我發現馬來西亞的Duty Free它全都上面有一個seal的 那我們就嘗起來喝起來聊起來 對 開瓶,嘗酒 好嘞 這瓶酒是43度 其實之前我們喝Belvini是喝了它那瓶Double Cask 12年 對,然後那個是Rum Cask 對,那個Caribbean Caribbean Caribbean Cask 對,加勒比海的狼母酒 狼母酒 它這裡附送了一張小紙片 上面已經...它有送一個QR Code 讓你可以scan QR Code 去看他們的故事 或是LISTEN AT THE CREATION OF CLASSIC.COM 就可能有個Podcast 所以我猜這應該是比較新時代的一個 應該是一個比較新的款吧 來Podcast跟QR Code 對 而且呢,它這個後面其實是有很詳細的介紹的 它裡面也說到Belvini 它的這個Classic 這個就是The Creation of a Classic 它Classic什麼地方Classic呢? 什麼是它的經典呢? 是它的Portwood Meadera Cask Meadera 然後是Rum Cask Pated Cask 這四種是它的這個Classic版本 可能這個Port 包括這個Rum 還有這些Sherry 都屬於相對甜酒當中的一些 餐飲酒的一些代表 所以他們也是用這種酒去作為過同的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 經典之一 對 好 而且你剛剛Mention的那幾種我都聞到了 是啊 所以我剛剛一開我就聞到這個味道 好 我們來嚐嚐看 Cheers 好甜啊 好辣 Spiced 新 我覺得有點新香味 嗯 很多香料 好酒 八角茴香 對 嗯 比較 比較癢 這可能大家會 亞洲都可能會喜歡吧 因為 甜甜的 嗯 我覺得應該是這種Portwood 或者Rumwood 再次 嗯 我覺得我在馬來西亞 可能這一次馬來西亞時間 待得比較長一點 對呀 在他們的酒吧的那個 whiskey list 來說呢 絕大多 我可以說百分之八九十的都不是 Pita whiskey 嗯 你能點到的 對 我想可能跟這邊的食物 或者跟這邊的氣候 人文是有一定的關係 是 這些比較香香甜甜辣辣的 大家比較喝得慣一點 是 那既然你剛剛點題提到了馬來西亞 我們現在就開始聊我們的小trip吧 是 我們加點冰沛 聊得比較久一點 慢慢 要嗎 要 再喝過 嗯 好的 就在馬來西亞 其實喝威士忌 包括新加坡 嗯 算是 只有太陽落山了以後才會長一點 因為太熱了 白天真的是很熱 白天太熱 然後最近我們基本上 還是天空很作美 每天都陽光美媚 嗯 我們在這個Penane的時候 哇 我估計可能要到三四十度 我們在那個香格里拉的那個酒店 外面就在那邊曬黑 然後兩個人都撒的全身都紅色 對 那個 所以 喝啤酒 我是基本上每天都喝啤酒 真的喝不了威士忌 然後那個Eugina 確實每天都要喝威士忌 所以 對 你只能喝威士忌 不過就是說 在這邊的話 可能像 或者說這種 一定要放點冰才會喝得過癮一些 但真的真的很熱 嗯 我覺得在這麼熱帶的 炎熱的氣候下 要非常 比如說 比較甜 或者說比較Arising的那些味道 才能讓你味蕾覺得說 我有在喝到東西 或者說吃到東西 味道要稍微重一點 嗯 這瓶是多少錢買的呢 310 ringgit 那就一百澳幣 一百澳幣 一百澳幣 那一個已經便宜了 可能在澳大利亞買的要貴一些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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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